这次桃园机场淹大水 行政院副院长林喜耀 一早就到了二航下来视察 还邀请学者专家做调查 来实地了解 也要追究相关的责任 不过对于人事陈楚呢 交通部长贺成淡是笑而不答 守护地停摆 地勤人员只能徒步爬上楼 一早的桃园机场二航下 回复70%电力 优先攻击给报道会台和行李安检 因为二号延迟的班机 一直到三号上午11点才能消化完毕 但空调因为耗电量过大 只能采取分断复原 旅客自备扇子 扇呀扇就能感觉出有多闷热 有这种感觉 不过我感觉已经慢慢在改善 现在好像有送风 很闷 烟最惨的地下二楼美食街 必须要完成消毒 便利商店先恢复营运 不过其他店面要到四号才能复原 愿意赏强降雨 造成淘机三十年来最大水患 烟水毁损配电盘需要尽速找出原因 才能治标之本 至于到底是溪流的问题 以及WC滑行道的问题 找了市政府 桃圆市政府以及桃基公司 大家共同来研究 这到底从设计角度上 还是从工程角度上面 有哪些地方可以做一些改善的 所以我们会找出原因出来 机场一焉的夸张 旅客质疑根本就是排水不良 专业技师也点出 不排除跟滑行道整修工程有关 他的时间跟他的淹水的时间其实很接近 也就是说他这个区域里面 其实基本上他就是自己淹自己 他可能是被垃圾阻塞 有可能会施工的泥沙阻塞 或者其他的问题 所以他的退水的时间就相对长 假设今天是由普新西的水涨起来的话 所造成的倒灌的话 其实会退得很快 只要普新西的水一退 他就会退掉了 主要是机场内部有一条旧有的排水干道 叫H干线 他要排入这个普新西 没有顺利能够排入 请证人了解后 表示淹水和普新西议题没有关系 而是内部排水干道有问题 但是设计本身还是管理维护不确实 还要专家学者再调查 不过若是人为因素 将在追究责任 全面检讨的包括人事调整 那有东西 好 小心小心小心 浩泉蛋笑而不达 不过旅客看到自己的车 成了这副模样可笑不出来 就算谁已经退了 还是看得出淹到车身的一半 后续赔偿问题怎么处理 淘机公司还有得伤脑筋 联合报陈嘉宁 陈正超文 桃园报道